你们民进党的素质才很低好不好 你的人被电了 你就说 你们怎么可以欺负官员 有人在台上说54088吗 民进党每一个行政官都是妈宝 一代不如一代 以老卖老 你们都是马戏团 谁会理你 谁会相信你啊 其实这也不是针对这个新科立委 这是在我之前在台北市议会的时候 我们就有在做的 就是说我有感觉到说 民进党他们这个群狼战术 所以经常会针对某一个人 特别去猛攻 所以过去在我还没有进到立法院之前 其实我们就有组成一些群组 那如果说有人他遭受到 比如说网军侧翼攻击 第一个他可以在我们群组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跟大家做说明 第二个我们也可以大家集体的去 他的脸书里面 鼓励他支持他 因为我觉得面对这些侧翼网军 除了你自己心里要够坚强 论述要够清楚之外 那是不是大家有一个很团结的 一致对外作战这样子的一个气势 当然也很重要 如果在每一次对方对你进攻的时候 我们这边都有很强大的支持力量 当然你下一次碰到你还是敢讲 越挫越勇越战越勇 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国会 所以其实在现在的立法院党团里面 大家也都会互相的支持 遇到一些被断章取义的 那他可以在里面把事情说清楚 那遇到被网军出征攻击被盯上的 那我们也会到他的脸书下面 去帮他来支持 那这次呢是大家在讨论说 有没有一些新颗立委被盯上的时候 其实像是像我或是罗志强或是王宏伟委员 我们三个 当然他们经常 但是就是日日夜夜 你们算常态性的盯上 过程当中 那民众的知晓度比较高 所以大家对于许晓星 罗志强王宏伟的问证风格是什么 论述过程是什么 大家心里已经有很清楚的定见了 所以我们人设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这三位我点名的 就是牛许廷 罗廷伟跟廖伟祥三位 他们算是这个新人 就是新进到台北正美中心的 所以很多民众 一般的民众 可能对他们的人设 还不是这么清楚 那民进党就希望藉由这个过程 他可以先去给你贴标签 他觉得在这个时候 贴标签在你的身上 可能比较不容易撕下来 然后可能呢 你才刚进入到台北的正美中心 我对你穷追猛打 你也会怕 怕了之后退一步 不敢再讲 我就铲除几个后患 再加上这三位 他们都是这个 跟民进党的对手竞争赢的 所以代表就是说 他们过去的 过去在这三个选区里面 都是民进党的立委 民进党是现任 被他们挑战成功 那所以他们的基本盘来说 可能是比较属于 五五波的选区 那所以对民进党人来讲 就觉得这三个席次 有可能是努力一下 这个反正贴他很多标签 那四年以后 我们可以拿回来的 所以才会特别针对 他们三位去猛攻 可因为这三个人 跟我也都很熟 他们的心理素质 我坦白说也都蛮强的 而且呢也都不太容易 就是因为侧翼网军的一些攻击 或是盯上他们 他们就低头了 比方说像是 我也想好了 他前几天 摄入了这个 所谓的药师的相关的争议 可是他很快的 因为我就跟他谈之后 我们就联系了这个 一个非常知名的药师 也是国民党的不分区 立委的候选人 沈财影药师 我跟大家说财影姐呢 他在所有的这个缺药的议题上面 是最专业的 几乎媒体有对缺药 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法 都会问他 我自己私下也经常向他请教 那也了解到很多 在缺药现场上面 药师他们遇到的困境 那呢他跟财影姐 他们两个聊过之后 这个沈财影药师就告诉 就跟他聊过之后 他们才发现说 原来我们是有点误会了 他要表达的不是那个意思 而且 廖伟祥委员他在 未还委员会里面 他们通过临时决议也好等等的 他们已经帮这些药师 争取到不少权益了 那就从这个沈财影药师 他的脸书讲出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让大家更了解 过程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所以这样的团结作战呢 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 这些有一些新科立委 然后到目前为止 已经被瑞宁侧翼攻击 他们有没有私底下 或是透过你的了解 他们是真的心里有受创啊 没有他们都是就是还蛮坚强的 然后他们也觉得 国民党的现在的立院党团 是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的一个大家庭 对所以把话讲清楚 把论述讲清楚 然后大家共同来支持 重点还是在继续的往前监督 然后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改革的契机 所以为什么我听到这个柯建民哦 他去讲这每天哦 没有这不是 我觉得就是很像那种 很像那种代退老人 然后每天在那边碎碎念 然后讲之前的丰功伟业 然后每天以老卖老 他等厌恶跟你们什么关系啊 每天以老卖老 然后谁不知道他就是黄鼠狼 给击拜年 这个基本上不安好心 所有全台湾人都看得出来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很奇怪 就是他特别点名周万来 嗯 他现在很干你知道吗 因为呢 他觉得自己是国会的活字典 拿一个周万来 他本来心里以为呢 韩国瑜当院长以后 他可能身边无人可用 他们就架空以后 这个很多政问 这个很多工作处理不好 就可以每天都是来像先前这样子 消遣韩国瑜的方式 结果没想到韩院长呢 工作非常认真 大家知道吗 现在因为我们是一二三四五嘛 然后其中礼拜二跟礼拜五是大会大院 那是由这个院长或副院长主持 那过去的惯例都是 院长副院长一人主持一天 可是没有哎 现在韩国瑜院长是一肩扛起哎 礼拜二礼拜五都看到他 听说有几次他好像累的不得了 然后被问到说要不要干脆 所以有时候也放给江启臣副院长 他说不用我自己来 所以就非常认真 然后旁边又有周万来秘书长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辅佐 对于议事规则大大小小都非常清楚 然后甚至很多时候这个 包含是民进党的人 或者是民进党的官员 已经被呛到不行了 还要请韩国瑜来帮忙救驾 这个所以变成是说柯建民 当然心里就对周万来很不爽嘛 但我觉得最离谱的是柯建民 最近每天都把违宪放在嘴巴里面 我就问说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的 难道是国民党吗 不是你们大家长赖清德 所以有什么道理是平常你说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结果现在你在立法院里面 是少数的时候 你每天指人家危险 而且我要讲给大家听 柯建民这种人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 以老卖老 我简单讲有一些议事规则 他难道不能更改吗 有一些议事规则 他或许不见得都这么适应到 现代社会嘛 那所以很多该改的就要改 而不是你拿着过去所有的 零零总统的规章 然后跟大家讲说 就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如果今天真的有哪里不对 本来就应该改 所以我就讲一个 我们推不在即投票 现在有多少政党都曾经 推过不在即投票 现在柯建民他说这危险 这不是有共识了吗 不在即投票 我就不懂的 对 我跟大家解释说 柯建民现在完全是用一个 以老卖老 他的设想是什么 他觉得 我在立法院这么多年了 所以不管我说什么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对的 是我可能没有了解 所以这就是 我跟你讲 这就是年轻人在社会上面 遇到最讨厌的长官 或最讨厌的同事 就是这种以老卖老 讲的不一定对哦 可能根本是歪理哦 但他就说我这么资深 怎么可能讲错 我看多了 对我吃过的米 没有你生活过的日子 来得多啦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先前蔡碧如委员 其实就有说过 柯建民就是这样 喜欢欺负新人 喜欢以老卖老 喜欢讲说我最懂 你们都不懂 真的是年轻人的公敌哦 那柯建民呢 他说不在即投票是危险 他的理由是什么 我非常震惊 他说呢 因为不在即投票 代表说 你可以不用在台湾投票嘛 那如果你在中国大陆投票 你就会被监看 你被监看就不符合 宪法所规定的秘密投票的原则 不是你这真的已经是滑坡了嘛 你怎么可以说 因为他在大陆投票 就会被监视 他脑补耶 那请问 这么多的民主国家 都有不在即投票 请问他们有没有人 是从中国大陆去投票的 你认为他们都不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吗 他们也有宪法 所有的宪法 基本都有保护秘密投票之原则 就你一个柯建民你是宇宙宪法大绝就对了 你就是你最懂宪法 我们台湾最懂宪法 其他国家 英国美国都全部都不懂宪法 就你最懂 所以不在即投票 只要他们有人在中国大陆投的 你都认为是违反秘密投票原则 都危险 这根本就只是为了要挡住不在即投票 随便去乱想出来的理由 竟然还可以喊中华民国宪法喊这么大声 这不就是我刚刚讲那种最讨厌的同事或是长官 以老卖老 只因为他做了几十年了 所以他就说我都懂啦 随便乱扯一个理由就要让你相信 你能接受吗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平常在生活当中 有碰过这种很讨人厌的前辈 长辈同事 就应该大家共同站出来 踏伐柯建民这种想法的人 所以柯建民每天在跟我们讲说什么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素质很低 你们民进党的素质才很低好不好 你过去就已经是总招了 你有去管过他们的行为吗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过去他们在他们在国会里面的时候 你看这谁 这陈其迈他还戴一个安全帽 有没有 然后 为什么戴安全帽 当初什么 杯葛奇招 律伟买机车锁赌王金平 他们去买那个机车大锁嘛 机车大锁再加三秒交 然后把这个整个立法院都锁住了 大家还记得吗 立法院上演武器大官 请问当你在说国民党现在的立委 都是什么义和团马戏团 请问这又是什么 这些人难道不是你民进党的人吗 我跟大家讲 我们的国会 从一开议到现在 大家都还保持一个理性论证的态度 你就要去指人家是义和团 就要指人家是什么小丑 那你们自己的人当了几年的小丑 这些人一大堆 现在都还在立法院里面都是民进党的 你怎么完全不管呢 你自己本人就也在里面嘛 你跟他们是一个共生关系 结果你对自己从来不反省 然后你现在觉得自己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上面 去讲认真问证的人 即便在直询或被询的过程当中 大家有言辞交锋或比较犀利 这都还是在一个民主政治里面的原则之下 没有说什么锁一个三大锁三秒交图里面的 锁大锁跟图三秒交你都可以接受了 那为什么在国会殿堂上面 跟行政院的官员互相辩论这件事 尽管攻防较为激烈 那有什么马戏团 国会直询被询的舞台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不能讲说你的人回答不出来 你的人被电了 你就说你们怎么可以欺负官员 有人在台上说54088吗 没有 只有陈其脉跟王玉琪说54088啦 根本没有人拿出这种羞辱官员的话 去欺负官员 都在理性问证的原则之下 只有现在怎么样 民进党每一个行政官员都是妈宝 连现在连激烈的言辞交锋都受不了了 玻璃性都碎掉了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是一代不如一代 真的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 没有了柯建民这样子的人之后 他们还有谁 所以最后我再讲一个就是 我看到最近几篇新闻 赖清德他很担心 这是一些比如说调查报导里面写 他说赖清德很生气 他觉得为什么呢 民进党的区域立委 都没有像国民党这样子 站在前线帮忙辩护 所以你自己的立法委员 一代不如一代 然后你现在想要转过来 用一个以老卖老的柯建民 去讲说国民党的新生代 因为敢冲敢撞 敢言敢为人民监督 你们都是马戏团 谁会理你 谁会相信你啊 真的耶 仔细想一想还有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